大家好我是耳科赵医生 今天是6月2号周四 咱们正常的视频更新日期 因为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之前咱们放了一段时间的回顾 之前一些操作视频记录的 重新的再编辑回顾 现在北京的疫情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 这叫怎么说呢 告一段落吧 还是在处于一个尾声阶段 我们医院所在的区域 管控还是比较严格 这个公交系统还没恢复 所以就诊的大家来的话 也是还是很不方便 所以这个就诊的人员还是比较少 肯定是比以前要受影响 但是这个 肯定还是要向好的方面发展 比最初的那段时间强多 希望尽快吧 我们能够恢复到这一波 这一波疫情之前的状态 今天的视频内容 前两天 哦对 说一个 之前看很多朋友在底下说老叹气 以前还真没太觉得这是个事 今天看有一个朋友留言 说这种可能不自觉的这种口气 也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心情 确实没注意啊 以后呢 尽量去控制 尽量去控制 今天的视频内容啊 比较清新简单一点啊 这个外地的朋友进京非常困难啊 现在耳科疾病呢 多数啊 是择期处理的啊 是有时间等 所以说我们稍微等一等啊 当然有一些比较急的啊 危重症 心脑血管啊 那个可能还是有 它有一定的绿色的通道啊 大家该看还是看啊 那是另外一回事 耳科疾病呢 相对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啊 要小一点 所以暂时先等一等啊 今天的主要内容是 还是一个啊 真菌啊 真菌感染 像呃 外耳道的真菌病啊 它还有一个名称很多啊 真菌性外耳道炎 外耳道的 真菌病 或者霉菌病啊 这个医学上也有一些不同的称呼啊 那这个病例就比较典型啊 在骨膜表面的一层真菌壳啊 这个位置呢 嗯 很局限的这个位置出现真菌啊 只有一个解释啊 没有再有第二个解释 虽然说没有办法完全去目击啊 记录它的事件的啊 整个的一个过程 从完全没有真菌啊 到它的一些生活习惯啊 拿棉签儿童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 生长出真菌的东西来 这个没有办法记录啊 只是说通过它的表现回顾啊 有点像这个案发现场啊 就这个根据案发现场的一些啊 蛛丝马迹啊 形态来去推导当时这个出现的一个过程啊 这么深的位置啊 局限的这种真菌 而在外道口啊 外道外侧的区域没有 嗯 这个就说明这个真菌是明显的被人为给投放到这儿了啊 因为你要是说真菌自然从外边进入的话 那应该沿途都有啊 对吧 你又不能说这个咱们这个真菌带了翅膀啊 直接就飞到这儿 压根别的地儿就没有 这个不合理啊 也有一些真菌病啊 也是从外到里 两些湿疹 湿疹合并的一些真菌感染就可以这样 就是从外道口一直到骨膜的表面一层 这是一种 而这种就像现在咱们视频上啊 这个有一个夹角啊 骨膜跟外道前臂的一个夹角死角 这个位置清理起来比较困难啊 尽可能是尽量而为 但是呢 也不会去刻意的说 呃 百分之百清的完全的干净 这个实际上很多做不到啊 有些区域强行去弄的话容易造成损伤啊 大部分清除掉以后啊 所以咱们后续的啊 保护室公西 整个啊 给它 闷上啊 这个也是啊 这个白毛啊 白毛福利水 红掌波新波啊 大概的这种 白色的真菌的菌丝啊 因为真菌它是自然界形成的 它不是我们人体产生的啊 它是在自然界中形成的一种 生物啊 一种微生物 种类非常的多啊 就我们人体上治病的啊 有一些真菌对人体是没有害的啊 体积特别大 人家我们吃的那蘑菇啊 从这个生物学角度上来讲 它也是一种真菌啊 但是有一些真菌 它就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危害啊 我们身体上能够 呃 导致我们身体出现疾病的真菌种类非常多啊 几十种各种各样的 耳鼻头科比较常接触的就有三四种啊 这个曲霉菌啊 毛霉菌啊 白色念珠菌啊 之类的都有啊 这是在耳鼻头科比较常见的 像外耳道啊 这是一个比较多的啊 此另外呢 像在口腔啊 咽部的这样这个 两头体周围啊 有时候白色念珠菌的感染 那个就比较少了 那个一般是一些特殊的 这个像有些病人是肿瘤性的患者啊 或者是有些特殊的免疫异常才会有 而这个外耳道的真菌啊 出现大量的出现在正常人 普通人当中出现的非常的多 成人比较多 儿童呢比较少 儿童比较少 相对少一点 还有一部分是在鼻痘啊 这个真菌性的鼻痘炎啊 这也是跟鼻痘的 特殊的空间有关啊 鼻痘属于一个呼吸系统的一个分支啊 那个里边出现真菌就跟 耳朵不一样了 耳朵是外界带点菌 因为耳朵本身通风不好啊 真菌一般没有办法自然的进出 呃完全是靠我们的这个人工给它播种洒进去的啊 就像现在这个也是这种情况 而鼻痘里因为它是呼吸系统嘛 因为这种真菌的包子飘浮在空中的时候 随着我们的呼吸啊 进入到我们的鼻腔鼻痘的范围 鼻痘在骨骼里吧 通风也是非常不好啊 比这个外耳道还差 那我们的人体呢 对于正常情况下 对于真菌是有一定的这个防御抵抗能力的啊 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况下啊 这个防御抵抗能力减弱了啊 就容易导致这个真菌的侵入到皮肤表面开始大量的繁殖啊 所以说这个棉签啊 呃对于耳朵来讲 它加重了这个真菌出现的概率 但也有存在一部分人啊 这是个概率问题吧 你不会让人长期使用棉签 呃就没事 哈哈哈哈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 尽量能不用尽量不用 特别是这个洗完澡啊 耳朵里有水的时候啊 外耳道空间有些啊 洗澡的时候的一些水啊 是可以自然的干燥啊 着急的话可以使用吹风机给它烘干的啊 不要去老去去拿棉签去擦 这是一个普通的叮叮双色啊 作为最后的一个收尾 对还有很多朋友留言 说这个耳朵痒怎么办 因为痒就习惯去挠啊 那你这个肯定是不能单靠去棉签耳腕勺子啊 这个没有用的啊 这个痒跟叮叮的多于少没有关系 你像这种大量的牛肉干堆积的这种 它其实没什么感觉啊 反倒不痒啊 真正很多痒的人跟叮叮的多少没有关系 那一部分人比方说是有湿疹啊 有些人是有外耳道的一些像满虫之类的 它会导致痒 你要针对性处理啊 不能去干挠啊 这个骨膜上有陈旧的穿孔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儿结束啊 老老道道又是一期啊 下次再见